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多伦多多年来最大的加税 416地区的房主们未来几年都要哭了 今天1月10日预算主管雪莱·卡洛尔在预算委员会会议之前宣布了拟议税率 多伦多今年将会加地税10.5% 包括增加9%的财产税以及增加1.5%的城市建设基金 预算主管称 大幅加税10.5%是由于城市服务长期支出不足 而造成18亿元的预算缺口所造成的 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城市重回正轨 卡洛尔说 预算案还包括增加警察局拨款以及冻结2024年多伦多公车TTC票价 该委员会将于今天听取是政府工作人员 关于2024年运营预算以及2024年至2033年资本预算和计划的更多细节 根据今天公布的预算草案 多伦多2024年将要支出170亿加元 由于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损失以及推高成本的高通胀 多伦多一直在努力调整其财务状况 最近 多伦多市府在与安省福特政府在达成的一项协议中取得了巨大的财务胜利 该协议将使安省政府负责DVP和Gartner高速公路 卡洛尔表示 这项交易将为多伦多在未来节省数十亿元的资金 并已为2024年节省4亿加元的资金 但他表示 多伦多依然需要其他各级政府提供更多帮助 特别是在难民庇护所和住房方面 尽管省府帮忙不少 但多伦多市不断增加开支 导致预算缺口已扩大至18亿加元 地税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为多伦多带来4200万收益 预算官卡洛尔今天表示 多伦多人在等待联邦政府提供必要的2.5亿加元 来支持多伦多庇护所系统中的难民 如果联邦政府不提供这笔资金 多伦多市府将被迫额外再征收6%的地税 属于联邦影响所导致 他表示 政府必须在1月26日之前做出决定 然后才能提前征收额外税 我真诚地希望多伦多政府能够在短时间内 做出采取行动的决定 我很乐观 卡洛尔表示 10.5%加税将让多伦多每户家庭平均每月多给30元 每年360加元 如果再加上难民的6%加税 预计多伦多房主2024年将每户交多超过560加元 在预算程序之前 邹智慧表示 他将在确定税率之前评估该市的需求 多伦多市议会将于2月份就预算进行辩论和投票 本来已经捉襟见肘 多伦多现在还潜负起收容更多难民的职责 提供住房包括租酒店给难民居住 所以今年大幅加税10.5% 如果特鲁多不给2.5亿 多伦多还要再加多6% 房主真的要哭晕了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可以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条新闻 BC省正在逐步淘汰用于癌症筛检的巴士试验 转而推动让患者自我检测型的试剂 BC省府表示 试验表明与巴士试验相比 筛检人类乳突病毒更能有效地发现癌前病变 省长尹大卫表示 这是加拿大第一个家庭自我筛检计划 可能会因此令BC省终结子宫颈癌 有15种类型的高危险HPV 可能与各种癌症有关 如果它们不被人体清除 可能会导致细胞发生变化 导致子宫颈癌 从1月29日开始 这些自我检测试剂盒 可以在线上或透过电话订购 可以在家中使用 也可以邮寄或亲自送到家庭医生 进行筛检 BC省政府表示 结果将在4到6星期内得知 患者的加医也将获得信息 但人们不需要医生来进行测试 如果需要根据 检验结果将与社区诊所有所联系 该省表示 这项变更将意味着 检测频率降低 大约每5年一次 并且提高了筛减准确性 同时减少了筛减障碍 安省伦敦京线假钞 两名市民在Facebook上卖游戏机 被同一名骗子 以面值100加元的假钞支付款项 两人合计 共损失1500加元 安省伦敦的Robert 以1000加元的价格 在Facebook Marketplace上发售了 PlayStation 5和PlayStation VR 2 骗子在12月7日来到Robert家中 支付了10张100加元的现金 股主Robert表示 收钱时已经觉得 钱的状况不佳 摸上去过于光滑 然后Robert把这些钱带到银行检验 发现这些钱是伪钞 骗子向他表示 是找他买游戏机的途中到银行提款 股主当时并未起疑 他大叹倒霉 那是圣诞节前夕 这些钱会用来为孩子们买东西 几天后 另一名股主Boyard在网上 看到了Robert的故事 两人才发现 这是一宗连续骗案 Android Boyard在12月8日 以500加元向同一名男子 出售了一台Xbox Series X 收到5张100加元的纸币 当时已经觉得 这些钱有些油腻 我打开车里的灯去检查它们 上面的全息图有点污迹 当你把钱取到灯光下时 你看不到女王的肖像 所以我去CIPC验钞 5张都是假货 两人到警察局报案 被告知 这些假币的仿真度极高 而警方没有人手调查 2500加元以下的骗案 两人对此感到非常的沮丧 也对警方缺乏行动 表示失望 500加元不是一个小数目 比如 这是我一个月的车带 令人沮丧的是 警察部门人手不足 除了911电话 他们什么都不能回应 他说虽然他知道警方正忙于处理其他案件 但他也对警方缺乏行动感到失望 因为这使得犯罪分子能够以欺诈的手段逃脱惩罚 这需要制止 否则他会继续对待其他人 这很不幸 因为这种情况会发生在更多人的身上 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加拿大金管局提供了一些检验钞票是否为伪造的方法 包括用手指触摸钞票的聚合物质 感觉应该像塑料一样光滑 而其他特征应该感觉像是凸起的墨水 例如大数值和加拿大银行的英文和法语字样 检查是否由于指壁面值相符的数字 唯一序列号码或沿着透明处边缘的一排枫叶等特征 倾斜钞票并从不同的角度观察 透明处的金属肖像和建筑插图应该会改变颜色 在大数值的钞票上 寻找有透明轮廓的小磨砂枫叶 根据法庭文件显示 BC省Lanley一个拥有87个单元的连排别墅项目已被接管 该项目拖欠债权人的债务超过3990万加元 该项目名为Developi位于Developi Slope 70A Avenue 20300街区 于2023年11月8日被接管 该项目由Corey Rock Developments QRD负责建设 BC省最高法院法官格罗夫斯根据破产和无力偿债法下达了这一命令 当一个开发项目被置于破产管理之时 由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将试图完成或出售该项目 以便被尚未得到偿付的债权人取回资金 接管MNP有限公司提交的文件列出的五个债权人 其中包括该项目的四个抵押权人 债权人包括MCEAP金融公司 据称被拖欠2960万加元 加拿大抵押贷款服务公司索赔750万加元 以及Steelcrest Construction公司 该公司在该项目开发上拥有超过280万加元的建筑商刘智权 另外两名债权人被列为持有该项目的抵押贷款 但他们的预计索赔额在接管文件中被列为未知 该项目一期已经部分建成 有一些连白别墅已经完工 而其他的则处于不同的建设阶段 目前MNP正在对该项目进行防寒处理 以保护那些部分建成的连排别墅 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评估项目 看是完成现有房屋的建设 还是按照现状出售 MNP的高级副总裁Meryl说 Meryl表示 一旦他们获得这些信息 他们将在大约1月底或2月初 向法庭提出建议 Lenly Advice Times联系了 Corey Rock Developments Q2D寻求评论 但是由于假期开发商的办公室关闭 Q2D似乎正在面临着债权人 就附近利益处房产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Canadian Western Trust Company 于12月6日就Q2D 另一家控股公司的600万加元贷款 向BC省法院提交了一份申请 试图取消该房产的赎回权 Q2D的律师于12月13日提交了一份答复 称该地款及其两个乡邻的物业的总开发价值 将达到2.3亿加元 答复中表示 请求被申请人 Corey Rock在标地的物业中拥有足够的权益 来偿还请求人的抵押贷款 所提交文件中 所有主张均未经过法庭检验 加拿大航空的一名代表表示 加航有一名乘客自行打开机舱门后 从飞机上坠落到 多伦多皮尔逊机场的停机坪上受伤 导致航班被延误 一位发言人表示 事故发生在一架原定于周一晚上 从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 飞往迪拜的AC056航班 当时飞机正停在停机口 正常登上这架波音777飞机的一名乘客 没有回到座位上 而是打开了飞机另一端的机舱门 加拿大航空公司表示 这名乘客跌落停机坪后受伤 紧急服务部门和警察随后赶到现场 目前还不清楚 这名乘客的伤势有多严重 以及它目前的情况 这家载有319名的乘客 从多伦多飞往迪拜的航班 在延误之后起飞 根据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网站 该航班原定于周一东部时间晚上 8点35分从多伦多174登机口起飞 但延误了不到6个小时 于周二东部时间凌晨3点左右离开 我们可以确认 所有批准的登机和客舱操作程序 都得到了遵守 我们将继续调查这一事件 加航的代表说 CD News已经联系了 皮尔区警察和急救人员寻求评论 但在发表之前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样的情况 促使乘客打开机舱门 加拿大航空公司表示 正在继续审查该事件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王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